好,五年级的学生,你们好 这个星期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 这个星期我们主要是学分数的加,减,还有除 OK,我们先来做加跟减 要注意的事项啊 加还有减 你要注意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分母要变一样 分母一定要一样 才可以做加和减 OK,第二个呢 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你的答案哦 你的答案不可以有加分数 OK,不可以有加分数 如果当你遇到加分数的时候 我们要变去什么 变去带分数 而且一定要 要最减分数 OK,好 记得啊,有两样事情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分母变去一样 然后你的答案不可以有假分数 如果当你遇到假分数的时候 我们要就要变去带分数 而且答案一定要是最减分数 OK,好,来我们开始做啊 好,你看这个八分之三 加二又四分之三 分母是四 这个分母是八 你就把四换去八咯 四乘什么等于八 四乘二对不对 你就乘二 OK,好 照样写先 八分之三 加二又 你就开始 四二 八 三二 六 OK 分母一样了吗 一样了哦 OK,就开始加了 这个没有带分数 OK 这个是二 所以你就写二 妈妈不会改变的 妈妈是八 三加六是多少 九 OK,三加六是九 你看这个分数 九分子大过分母 所以这个是假分数 我们要换去带分数咯 好,就要分开它 二 再加这个八分之九 我就要看这个带分数是什么 OK 这个是妈妈吗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一 八 八 OK 这个是鱼 好 所以答案是一哟 妈妈不会改变的 OK 孩子在下面生下来 OK 好 就等于 二加一等于 三 然后这是八分之一 明白吗 OK 好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会做 大概二十题这样的问题 OK 好 做完了 大家就会懂了 OK 你看 这个看分母先 三 九 跟六 有什么惩罚表 它们是一样的呢 我就会看最大的先 然后我就背大的惩罚表 一九 九 这个三的惩罚表 是有九的 可是这个六 它的惩罚表里面没有九 OK 就 就 snes 二九十八 三的乘法表里面有没有十八 有 六三十八吗 对不对 你看六三十八 所以 妈妈我们换去十八 三 乘六 OK 下面乘什么 上面就乘什么 九 乘 二 OK 下面乘什么 上面乘什么 六 乘三 好 可以开始做 二 就是二 二有 三六 十八 对不对 一六 六 然后第二个 这个没有带分数 直接这个 九二十八 七二 十四 再加 一有 十八分之三 对 一有 六三十八 一三三 这样子 好 好就开始加 二 这个有东西吗 没有 就不要管它 这个是一 二加一多少 三 好 妈妈不会改变 OK 六加十四 等于 二十 二十加三 二十三 好 你看 分子大过妈妈了 所以不可以 我就要再 这样子做 把这一个东西 换去 带分数 好 妈妈在里面 孩子 sorry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好 一 十八 十八 好 十三 减八 因为这个三 减不到八 所以这个变十三 OK 我相信你们都会除了 十三 减八 是多少 是五 所以这个是一 又 十八分之五 OK 好 三加一等于 四 妈妈 OK 这个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需要越减吗 不需要 因为它们没有可以东西可以除 OK 好 来 接下来 OK 好 计算二又七分之五 和一又四分之一的和 什么是和 和就是 加 大家知道吗 和 是加 差 是减 减 减 是乘 OK 减是乘 还有除是什么 是伤 你看 这样的东西很像除这样对不对 OK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就是除 好 我们先做这个 加 二又 七分之五 加一又四分之一 好 先看分母 分母有一样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背 乘法表 七的乘法表 我选大的来背 一七七 这个有吗 没有 二七十四 没有 三七二十一 是有二十一吗 没有 四七二十八 OK 没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互相乘 七乘四 OK 这个就乘七 互相乘 OK 好 就开始 二 七 四 二十二十八 五四 二十呢 就加 这个是一 七四 二十八 一七 七 OK好 开始了哦 分母一样了 可以开始了 二加一等于 三 OK 妈妈不会改变 二十加七 OK很好 二十七 可以越减吗 想想一下 二十八跟二十七 可以越减吗 如果我这个除三的话 这个除三有答案吗 六三十八七三 二十一八三 二十四 九三 二十七 没有 除四的话 也没有 九 也没有 OK 这样如果是没有的话 这个就是答案了 OK 好 除三 不能吗 因为这个没有三 四的话也不可以 OK 五也不可能 六 也没有 七 七 可以耶 除七 OK 我们除七 除七 七没有 三 七 二十一 四 七 二十八 OK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不能够除的 OK 好 接下来 不能够越减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 OK 好 我们来做 第四题 OK OK 二分之一 加五又六分之五 OK 分母有异样吗 看分母先 没有 OK OK我们就看这个 二 怎样变去六 OK 二乘 三 对不对 好 我就可以 六分之三 加 这个 五又六分之五 你就等于 在同一个线里面 不能有两个等于的 如果你要下等于的话 就写在下面 明白吗 OK 可以开始了 五代分数 OK 这个没有代分数吗 所以没有咯 零加五等于五 妈妈不会改变 好 再加分子 三加五等于 八 你看 孩子多过妈妈 所以是 加分数 我们要换去 代分数 代分数怎样 还记得吗 就是这样 妈妈在 外面 孩子在 里面 一六六 这个是二 对不对 所以 这里换去 一又 六分之二 这个材质 OK 好 就等于 五加一等于 六 然后 六分之二 对不对 好 你看 这个可以越减 二跟六都是双数吗 对吗 所以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换去 除什么 除二 除二 OK 所以是六 一二二 三二六 这个才是答案 最减分数 OK 了解啊 OK 第五题 我们来看 第五题 分母先给他一样 OK 九 跟六 九比较大 我就被九的乘法表 九一 九 九二 十八 六的乘法表 里面有没有乘法 有啊 六乘三 等于十八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 变去十八 这个乘二 这个乘 三 OK 好 开始啊 因为这边没有位 老师写下面 OK 你可以写下面 先写完全部 先 一又 九二 十八 四二 八 再加 二 六三 十八 五三 十五 OK 开始啊 三加一等于 四 四加二 六 OK 好 就看分母 分母是不会改变的 你看 十五加八啊 是多少 如果你不会 你可以写在旁边 十五加八 五加八 多少 十三 对吗 所以是二十三哦 你看 这个也是分子 多过分母了 所以要换去 带分数 OK 不对 OK换去带分数啊 OK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一十八 十八 然后就再来 十三 减八 等于 五 所以答案这边是一哟 十八分之五 OK 好 答案是 六加一 七 十八分之五 可以约减吗 这两个 不能 所以这个就是 答案 OK 来 我们看来 看 第六题 这题啊 你看 P 减一又 四分之三 减一又 八分之五 等于 八分之五 减最大在哪里 减最大在 前面 这里是最大 大大才可以减吗 然后才剩下吗 既然我们要找大的时候 要加还是减呢 不过我们要找大是加还是减 对 我们要找大的话就拿来 加 OK 好 加的话就是全部加起来 一又四分之三 加一又八分之五 再加八分之五 好 先看分五 四八八 OK 有一个四不一样 四可以变八吗 可以 四乘二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来换一换 所以是一又八分之六 看三二六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然后就一又八分之五 照抄罢了 后面的 后面的东西照抄回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一样了 是不是 可以开始做了 一加一等于 二 然后 妈妈一样 五加五是十 十加六就等于 十六 好 你看 这个东西是 八分之十六是假分数吗 所以我们要换 换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二八十六 对不对 没有东西是吗 他没有孩子的话 所以他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二 你就写二 所以答案是二加二等于 四 这个就是答案了 明白吗 好 接下来一题 会难度一点点高 老师希望你们可以专心听 OK 好 到这个 八 然后 减三又七分之三 再减 二又四分之三 对不对 OK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 做 你看啊 这个八啊 没有那个分数 没有几分之几 可以这样减吗 不可以 只有加哦 好像这种啊 加啦 六加一又八分之五 才可以一起加 可是在减的时候哦 是不可以的 因为老师讲过 一定要有分五 明白啊 第一个step 一定要有分五 他有分母吗 没有 所以这个八 我们要换去 有分五 OK 老师教你们 你只要减一就可以了 八减一等于 七 然后后面哦 你跟他们一样 你可以写三分之三 你可以七分之七 也可以 OK 你自己喜欢 总值 他下面是什么 上面就是什么 七分之七 也就是等于一 六分之六 也是等于一 三分之三 也是等于一 OK 只要是上面 下面一样 就是等于一 七加一等于八 好 再减这个 三又 照超哦 七分之三 减二又 三分之一 明白 好 要分母一样啊 分母一样 你可以 互相 这个乘七 这个乘三 这个乘三 OK 好 先写下来 先 七 三 二十一 七 三 二十一 再减 三 又 二十一分之 九 再减二 二十一分之七 OK 可以开始减了啊 一个一个减哦 减不可以 一下子减的嘛 OK 万一这里不够呢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减会比较好啊 减的话你可以一次过减 减的话我们就分开啦 七减三等于四 然后妈妈不会改变 二十一减九多少 如果你不会就这样子咯 二十一减九 十一减九等于二 十二咯对吗 OK 再减这个 二又 二十一分之七 OK 四减二 二 OK 十二减七是多少 五 可以越减吗 这两个 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明白吗 OK 好 我们接下来啊 八 第八题 OK 看到吗 OK 你看到这个图 不需要紧张 OK 老师讲过 分母换去一样 OK 你看 这个P啊 OK 我就写P下来 P是二 又四分之一 对不对 好 这个Q 是二又八分之七 对吗 OK 他要减啊 Q 减P Q 减这个 OK 好 我们就写 二又八分之七 减这个P 二又四分之一 好 等于 分母 先看 先看 不一样 所以这个分母 我要换去 跟隔壁的一样 四乘多少 四乘二 OK 好 就照抄 二又八分之七 减二又八分之二 四乘八 一乘二 明白 好 可以换了 二 减二 等于 零 你不用写零的 OK 照样显 分母 不会改变 七减二 等于 五 它是假分数吗 不是 它可以越减吗 不 不用越减了 这个就是最减分数 所以 这个就是 答案 明白 如果 它是叫你找这边 这边是多少 你们懂吗 这个是二又 八分之 二嘛 对不对 八分之二 二 三 这边就是 四 五 这边就是 六 这边就是七 这边就是 八 二又八分之八 也就是 三 明白吗 OK 好 虽然它没有叫你找 可是老师可以 老师就教你们 怎样找 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明白 OK 好 我们看 这一题 这一题有一点点的难度 OK 所以一定要听好 你看 三又八分之五 减s 加二又二分之一 等于这个 这样我不知道哪里是大 哪里是小 因为有减又有加 这样怎样 OK OK 不需要怕 我们把这个减s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我们丢去一边先 OK 放一边先 放一边 不要管它先 OK 这个等于也不要管它先 OK 也是一样 放一边 OK 明白吗 OK 也是一样 放一边 我们就 开始做 先做这个没有放去一边的先 OK 三又八分之五 加二又二分之一 先做 没有放一边的东西先 先做这个 OK 好 分五有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变去一样 二乘多少 等于八 二乘四 OK 好 三又八分之五 加二又八分之四 OK 老师会再 重 写多一次 OK 来 可以了哦 三加二等于五 分五 不会改变 五加四等于九 你看 这个分子多过分五 所以不可以要换去 带分数 OK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一爸爸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 一有八分之一哦 对吗 OK 就开始 六加一等于 五加一等于六 然后八分之一 好 还没有做完的啊 还没有做完的 也就是想 六又八分之一 这个就可以放回来了 把放一边的东西 我们再放回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 OK 这两个答案是六又八分之一吗 把放一边的东西放回来 减s等于四又八分之三 写回这一个 明白 放回来 我们就开始做 减最大在哪里 最大在 这里是大吗 对不对 这里是大 减前面是最大的 这个就是 小 当我们要找小的时候 是哪来加还是哪来减 小就要拿来减 OK 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减 六又八分之一 减掉四又八分之三 OK 没有什么味啊 OK 你看 一 减到三吗 减不到哦 这样老师怎么办 OK 不要紧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借给他的 OK 好 六 借给别人变五吗 对不对 好 妈妈不会改变的 妈妈不会改变 借给他 这个要加什么 加一吗 不是啊 是加他妈妈 他妈妈有多少 你就加多少 他是八 你就加八 如果他是四 你就加四 明白 一加八等于 九 其实这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还没有换之前 是不是等于这个 OK 好 再减这个啊 OK 老师这里没有喂了 所以我写 旁边啊 OK 好 五 减四等于 一 然后 九 减三 等于 六 可以越减来了 八跟六都是双数 所以他是可以越减 越减什么 除 二 除二 所以边去 我写上面啊 OK 没有喂 一 有 四 十二 八 三 二 六 这个就是 答案 明白吗 OK 这个就是答案 OK 好 我们还有一张 就可以给你们自己做了 OK 十八 十 好 再多 一二三四四题就好啊 OK 好 这个 加跟减 首先也是要一样 把他们的分母 要弄去一样啊 分母有三 有六 有四 好 最大是六 我就被六的乘法表 一六六 二六十二 三的乘法表有没有十二 有啊 三四十二啊 对不对 所以下面边去十二 六乘二 这个三乘四哦 这个乘三哦 OK 好 这边没有喂 老师写下面啊 OK 就造成 就照样 二 三四十二 一四 四 OK 再加 一忧十二分之五乘二等于 十 减一忧十二分之九 三三九 明白 好 先做前面先 OK 我们先做前面啊 二加一等于 三 分母不会改变的吗 OK 四加十等于 十四哦 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做减 OK 虽然这一个是假分数 可是不要换先 我们可以减了先 OK 好 三减一等于 二 然后这个是分母一样 十四减九等于 五 可以约减吗 不能 所以这个 就是答案 明白 OK 好 加跟减 我们已经学完了 现在老师要教你们做成 OK 我先跟你们 讲一讲 加跟减 要注意的东西啊 还记得吗 第一个东西就是要分母 要一样 OK 刚才我已经讲了 现在才重复而已 分母一定要变去一样 你做了的那一个答案之后 一定要 如果你遇到的是 假分数 你就要换去 带分数 明白吗 OK 我知道很长期 可是这个很重要 最后你一定要 make sure 它是 最减分数 就是这种 十二分之五 它不能够再 除了 这个就是答案 明白 OK 这个东西 一定要 知道 OK 不需要背 你明白就可以了 OK 好 现在我们做成啊 好 成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你会成跟除 就会做了 OK 好 老师先跟你们说 的 的的意思就是成 明白 明白 好 现在我们做啊 1089 成 私优 九分之一 好 成 成 不可以有带分数 我要换去 加分数 成 不可以有带分数 换去 加分数 OK 好 加分数要怎样 还记得吗 上个星期我们学了的 它是一个时钟吗 对不对 好 妈妈不会改变的 对吗 下面是成 成了就到 加 九 三十六 三十六 加一 三十七 明白吗 所以 你这个换去了 加分数之后 你就照写 1089 成 九分之三十七 好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开始做 OK 重复 如果你遇到的问题 是带分数 我们就要把 这个带分数 换去 加分数 才开始做 要怎样做呢 有几个方法 OK 老师教你一个 最简单 最简单 最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 成了 再除 因为这个是妈妈 妈妈在外面的 只有一个妈妈罢了 这个先是孩子来的 OK 先是孩子 先把孩子 乘起来先 OK 1089 乘 37 会乘吗 OK 97 63 87 56 56 加6 就是 62 OK 070 加6 17 7 93 27 对不对 27 那个7 放这里 你们不要搞错 不要放在3的下面 放在3 这里的下面 因为它是十位数 开始 我就十位数 开始 OK 这边我写一个0 83 24 24 加2 26 030 0加2 等于2 133 OK 加起来 3 2加7 9 这个12 这个10 这个4 40293 还不是答案啊 还记得吗 老师讲 这个是妈妈吗 妈妈在 外面 OK 还记得啊 这个是妈妈 妈妈在外面 OK 孩子进来 这些是孩子来的 孩子 乘孩子 也是孩子 40293 OK 好 被9的称表 4936 OK 42 也是一样哦 49 36 这个2 就是12 减6 等于 69 什么呢 7 9 63 好 9 减3 也是6 然后这个3拿下来 也是一样 79 63 OK 好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 4477 这个就是答案 OK 好啊 明白啊 我们做多两题 OK 好 来看啊 686 686 我写这里 686 的 是什么 刚才老实讲 的 是 乘 OK 你就乘 1 有7分之2 OK 你看啊 老实讲过吗 不可以有带分数吗 我们就换去假分数 OK 怎样换 还记不记得 OK 下面是乘 上面是加 对吗 OK 我照抄先 乘 妈妈 不会改变 OK 它是7 这里就是7 71 7 7加2 9 OK 好 要怎样 先做乘哦 OK 你可以先做乘 6 8 6 乘 9 9 6 5 14 9 8 72 72加5 77 9 6 54 54加7 61 对吧 54 加7 你看 54加7 对 是61 OK 好 6 1 74 然后 下面是7吗 对不对 OK OK 好 妈妈是7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没有印了 OK 老师换笔一下 7的车表 67 42 77 49 87 56 OK 87 56 OK 11 1减6 5 7 也是一样哦 87 56 然后 27 14 所以答案是 882 这个就是答案 OK 好啊 我们做 最后的一题 计算 7分之2 乘 616 OK 好 7分之2 乘 616 这个很简单 这个没有加分数 不是 这个没有带分数 所以可以直接乘 然后除 先乘先 OK 先把孩子乘起来先 62 12 12 2加1 3 62 12 12 32 对不对 妈妈是什么 妈妈是7 你就 写7 17 7 12 减7 7 等于5 然后3 7 7 49 对吗 13 减9 等于4 然后这个是2 6 7 42 答案是 17 6 OK 这个就是答案 OK 5年级还没有做到除 所以老师是教你们加减还有乘的分数 OK 好 做乘的时候你们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看到带分数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带分数就要把它换去加分数 OK换了加分数就可以开始做了也是一样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哦不可以有加分数 答案全部是一样的更加跟结一样不可以有假分数 不是你的答案肯定不是分数来的 OK 你的答案不是分数来的它是整数 OK 明白吗 它是整数 OK 整数的意思就是这种 它没有分母了 OK 它只是有这个叫做整数 明白啊 它是不会变成分数的啊 OK 好 这个星期的课就是这样 老师已经把功课给了你的爹地妈咪 你们就 try下桌 不会的话欢迎你们 可以问老师 OK 老师希望可以尽量在电话里面帮助你们 OK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学新的东西 拜拜